Hello 大家好 我是诺诺 欢迎收看我的日文生存第211集 我已经从雨林回来了 还刷了很多的藤蔓 但是在贴藤蔓之前 先做一些调整吧 比如说这条小路 虽然这边刚刚好 但是中间的台阶好巧不巧 刚好压在这上面 而且它泥城堡太近 不适合做大路 当小路呢又太直 等会儿把它给填了 我现在呢还是在阵中间 做个圆形的广场 大路就从广场向两边延伸吧 半斤24应该够了 去两层高 那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看上去还挺圆的 然后这里把它给铺平 弄好之后天都黑了 睡一觉 再把这条路给填了 就用草块填吧 嗯 藤蔓是不是可以放了呢 好像还是不行哦 你看这里一个漂亮的弧形 那我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做一个新型的花坛呢 嗯 就这么干 嘿嘿 效果还不错 在花不着急哈 先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景观位置 定下来 这样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台阶两边做什么好呢 花坛的话好像没什么创意 而且泥上面太高了也不好看呢 要不做水池吧 就是那种一层一层 往下面流水的那种池子 量一下这个半斤 到这里吧 二十个 好大呀 那就做三层 绳状呢就是四分之一个圆 这里是最外层 啊就是这样 然后隔那么个四五个做第二层 三层做完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在里面填几个硫磺金纱 有点气泡冒出才更好看的 池子里放满水 然后这上面做成喷泉的样子吧 顶上放铜水 上面再来一片荷叶荷花 嘿嘿 池子里再装饰一下 荷花灯荷叶荷花都来点 哦对了 做荷花灯的材料简化了 灯不需要荷花了 特别简单 怎么样好看吗 但是你说我让这些水 全部流下来的话 会不会更好看一些呢 就是把这边上的小白砖 挖一层沉上水 那就是这样 你们觉得这两种 哪一种更好看呢 这种看上去像个大泵泉 然后这一种呢 跟像一个水池 小凯们是更喜欢泵泉呢 还是更喜欢水池呢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哟 下一集我会更新你们的留言 再做更改 现在可以贴藤蔓了 但是有点高 不太容易啊 还有如果全部贴三个高的话 也太丑了 错了有质才好看呢 所以呢 就打点方块做辅助 贴好之后打掉就可以了 怎么样 还不错吧 然后就是左边的台阶 底下也再贴点 但是要把花栽好了才能贴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